脸色暗沉 皮肤差 这些都和湿气息息相关 人体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 皮它的功能越来越差了 它的消化代谢能力越来越弱了 这个时候湿气商贩 面色变黄 权威专家甜心老师 带来了什么神奇妙方 让嘉宾连连撑起 我可以跟大家很负责任地说 如果你能带茶饮喝一个月的话 怎么样 脸上的斑会很轻了 瘦身难 自带游泳圈 减不下去的体重都是为哪斑 水分多了以后人就显得膨胀 膨胀的那不就是胖吗 其实妙方多 瘦身减重快 本期美人帮将您瘦下来 你的美丽我帮忙 欢迎来到美人帮 欢迎大家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有江湖的地方就有帮派 有帮派的地方当然就有我们美人帮 哈喽 大家好 我就是好帅好帅你们的国民兰闺蜜 长青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美好美的女帮主瑞卓 首先要来欢迎我们的帮帮团成员们 欢迎大家 哈喽 费小卷 时尚编辑 明星造型师 曾和王若丹 孙丽等多位一线明星深入合作 俊熙 时尚辣妈 电视节目主持人 严正青 北京协和医院新内科硕士 健身爱好者黑泡谱团教官 是帮帮团当中的医学舞蹈健身担当 张浩 资深传媒人 时尚辣妈 最胖时体重达到180斤 使用过多种减肥方式 如今拥有苗条身材的她 坚信掌控身材方能掌控人生 最近这段时间呢 有一位女明星的照片 唐燕在网上非常地红火 所以你说不是因为美艳 而是因为这张照片 没有经过PS的修整就发上网络了 真的吗 那还等什么 赶紧快点看呢 唐燕 感觉好像有斑 唐燕在我的心目中 一直是肤白貌美大长腿 但是没想到这张照片 就是布光之后大家都看 她的皮肤其实还是有缺陷的 对不对 对 而且两点肉肉的 因为唐燕近两年可以说 真的是非常地火 每次看到都是美美的 对 今天这张照片让我确实有点 嗯 手惊讶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 如果这个女生让你看到她素颜的时候 就证明这个女生对你没有意思 对 对 颜老师 你是喜欢你的女朋友化妆还是素颜呢 其实都喜欢 哎呦 手里说话 这个坑你没有跳进去 说实在话 对于女生而言 好像素颜是特别有压力的一件事情 因为素颜的时候皮肤状况不是很好吗 是 对吧 而且尤其是明星的话 素颜这个和那个化妆之后对比 我给你说反差极大 对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好不好 好 因为刚才我们直接看 哇 好高兴哦 看那照片 我们都很熟悉对不对 对 第一个董卿 看董卿真的是 这个对比差距有点大 舒淇 脸上这一块它是过敏了吗 很红肿的感觉 它应该是有巴胺吧 然后就是李彬彬 李彬彬真的反差蛮大 而且这一张是证件照吧 我们编导好狠啊 找一张证件照 但是其实五官真的是很好看 对 就是肤色的肤色 有一点点暗黄啊 张子怡 国际巨星美女 这个素颜的话 她这个肤色整体就变成了 就说不好听的 叫黄脸婆了 年纪大了就会变成黄脸婆 不单单是年纪大 其实年纪轻轻 比如说我 我有时候状态不好 也会变成黄脸婆的状况的 有失的女人面色差 有失的女人身材丑 不做黄脸婆 不做种女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我们这里有好方法等您 所以今天就要请我们的专家老师 帮我们分析一下 怎么样才可以调整自己的身体状况 变得更加的美丽 首先让我们有请田老师 好 田老师 老师好 大家好 田新 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国医谭副主任医师 从事医疗工作十余夜 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 对中医学 中医养生 有着独到的见解 我们刚刚一直在聊 这个黄脸婆 黄脸婆 那为什么会有黄脸婆出现呢 这个一般来说呢 跟年龄的关系呢不太大 而且大多数都是40岁左右 或者是35岁之后出现的 年轻的姑娘出现黄脸的情况呢 也有 但是不是很普遍 那这个黄脸婆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很多人都说呀 说这个 比如说有很多的全职的主妇 她说我天天在家带孩子啊 对 吃饭啊 都说熬成黄脸婆啊 对对 说这个油烟啊 整天这么一熏 然后呢又是这个 在家里不修边幅的 可能越来越气色很差 对 其实呢我们说呀 就尽管她不在家里面 去做这些家务 她整天的上班 是一个职场女性 你像刚才我们看那些 哪一个也不是全职妇女 但她们依然是黄脸 也就是说呢 她跟身体的状态 是有关系的 我们中医讲呢 脾须的人脸色泛黄 是根据中医的五行对应来说的 因为五色当中 青翅黄白黑 那么她属土 那么五脏当中 肝心脾肺肾 那么她脾土 也就是说黄的颜色 就代表了脾须 那么人体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 脾呢 它的功能越来越差了 它的消化代谢能力越来越弱了 这个时候湿气上范 面色变黄 是跟她的脾须状态有关 所以脸色发黄了 就说明身体里面的湿气过重了 对对 还有一些人呢 比如说 比如说我本人也是一样的 一年四季当中呢 我到福天的时候 脸色是微微有点发黄的 就是夏天天气热的时候 对对 就是进入福天了 湿气特别重的时候 这个人感觉外面的湿度很大 那这个时候呢 脸色每个人比她平时 其他季节面色都要更黄一些 跟季节有关 这个湿气除了能够影响我们的面色之外 它还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呢 那这个可就往严重了说 那就太多了 严重了 您跟我们说说 比如说 因为我们说这个湿气啊 在体内啊 无处不到 它可能会随着你身体的气血运行 到达各个部位 咱们从上面说啊 如果湿气上范的话 我们会出现悬晕的感觉 青泽会出现什么呢 出现高血压 严重的血压太高了 容易脑出血 哎呀 这么严重吗 对 如果湿气在心脏当中 在胸腔当中 那么时间久了会出现心栓 因为湿气过多的集中在这个心脏 那么它会感觉越来越乏力 饿不了啊 对 它的负担太重 那么这个是心衰 如果到肺当中 出现湿气过重了 那么这个人会出现顽固性的咳喘 有些老曼芝到冬天的时候咳喘 那么呢会吐出来很多痰 痰特别多的时候 尤其到冬天 这个时候湿气储存在肺里面 然后再往下走 如果到腹部了 湿气特别多的话 会得很多其他的消化类的疾病 比如说有些时候肠病因抗劲呢 或者是腹部当中过大呀 脂肪过多呀 然后或者呢湿气往下走 腿部会出现水肿 尤其那种肥胖的下肢肥胖 或者呢脚踝部会出现水肿 这些都是比较严重的问题 大肚男和大象腿怎么办呢 可能都是湿气引起的哦 赶紧小妙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我们会有更多的去湿小妙招告诉你哦 黄脸婆不只是岁月的痕迹 更可能是湿气过多引起的 高血压 脑珠血 心衰 这些严重疾病 都可能和湿气过重息息相关 捡不下去的体重 一身油腻的坠肉 湿气缠身 就是你受不下来的罪魁祸首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获取快速趋湿的好方法 老师那我问问您啊 您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湿气过重的患者 会出现什么严重的状况 这个呢我们平时说湿气过重啊 都感觉像是一个很慢性病 就是说可能今天有点不舒服 明天也有点哪儿的这个不自在 那么呢其实我告诉大家 我预证一个患者 他是急性发作 急性发作怎么说 就是说他犯病的时候呢 发病得非常突然 夏天的时候在外面走了一圈 然后就开始恶心吐头晕 必须得扶着墙 这是中暑 对 也可以说是中暑 在我们中医看来呢 就是说鼠邪外息 那么像这种中暑的情况呢 也不一定每个人都中暑 就是热的情况可能每个人都热 但为什么他中暑呢 就是因为他体内本身就有湿气 这种湿气呢 随着热性的蒸发 蒸腾 热是往上走的 你像我们出汗的时候 有的时候头部会满头大汗 对 热往上走 带着湿气往上走 最后头昏 而且弹湿蒙住了人体的这种观翘 所以人体说有蹊跷嘛 上面有这个头面部有蹊跷 对 那么如果弹湿过重的话 那么他整个的神智会特别的昏蒙 就是感觉他不清楚了 所以严重的情况就晕倒了 对 就会晕倒 所以这也是中暑的一个病理机制 那这样老师 我们怎么样自我判断一下 我是这个属于湿气过重的状况 怎么判断呢 首先第一个从症状上 如果你感觉经常的白天试睡 犯困 然后身体又非常倦怠 你比如说我四肢乏力 所以这样的人 他自己就觉得 我怎么这么懒呢 或者身边都说 你怎么这么懒 吃完饭你就想躺着 或者你怎么这么懒 你就都不愿意动 那么这时候的情况 就是告诉我们身体的湿气 是有一定的这种沉重向下的感觉 所以这样的人懒也是有原因的 就像什么呢 你比如你走路啊 跑步啊 你要给自己增加负荷的话 你会绑个沙袋 是吧 对 其实你湿气过重的人 你尽管不绑沙袋 其实就像你 你感觉很沉 带着一个水袋一样去跑步 那你感觉身体当然沉了 所以这样的呢 一切的沉重 粘腻 而且病成的非常的千言不遇 说我今年已经去湿了 为什么我明年又犯了 犯了 或者说我以前得过这个病 应该已经治好了 我怎么又出现这个情况 表现症状的粘质性和病成的反复 像我就是我觉得可能我湿气重 因为我就是老师刚才说的 就是我总是觉得自己特别懒 但是我给自己一个 能看出来 但是我给自己一个 您是葛佑的亲戚吧 啥 对 但是我给自己一个就是心理暗示 不是叫做 昏困秋乏 下打盹 所以每一天四季都在要睡 对 所以我觉得我一天四季 可能都需要睡觉 但是我觉得能测试这个 到底是不是有湿气 有一个问题 我们每天化妆之前 最怕的就是什么呀 眼睛肿 对不对 但这眼睛肿的话 是证明身体里面有湿气吗 对 因为呢我们中医啊 讲这个人呢 他是整体上在局部的一个反应 比如说眼睛 我们中医把它认为 五脏其实都可以反应在眼睛上 比如像常听说的这个眼睫肿 这个眼睫呢 我们中医五轮学说叫肉轮 其实就是脾所主 脾虚的人早上起来 眼睫是肿的 然后呢到晚上的时候 这个肿就消下去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想晚上你是要睡觉的 对吧 如果你有湿气 这个湿气会平均分布 对 你晨起的时候起来了 这个时候早上眼睫 都在上边 对 往上走了 随着你一天活动啊 随着你一天的工作 慢慢慢慢地水就往下了 所以你到晚上的时候 眼睫就消了 有湿的女人面色差 有湿的女人身材丑 不做黄脸婆 不做肿女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我们这里有好方法等你 体内湿气过多 会导致肥胖引起疾病 如果你出现 泛滥 泛困 四肢无力 沉起眼睛肿等情况 就要引起注意了 这些都是湿气过重的表现 只有驱逐湿气 才能拥有苗条身材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拖取居身好方法 快速减肥 所以我们看到湿气 会引发很多的症状 比如女人会出现黄脸婆 然后还有眼睛肘 都跟湿气有关 所以要怎么去解决呢 我们可以简单地告诉大家 一个带茶饮的一个方子 好 今天我们聊到了 湿气可能会引发 身体也出现的很多种状况 所以今天老师 给我们带来一个带茶饮 帮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怎么样让自己变得更加美丽 这个我们管它叫花茶 因为女人如花 你要想美丽 要想白里透红 那么喝一些花茶来说 对女性来说是非常适合的 主要都是花的成分 当然你也可以看一看 你也可以变得更加美丽 瘦气好不好 对 我看好像是玫瑰是吗 对 但这两个玫瑰好像不一样呢 这不是玫瑰啊 这个是月季 这是月季啊 对 它俩柯鼠是一样的 你把我带偏了吧 我是在跑你们 一般的我们说玫瑰花呢 它主要就是一个活血 疏干解瘀的一个作用 然后月季花呢 它也有跟它类似 两个加在一起呢 有一加一大约二的这个作用 它们俩呢 就是说功效比较相似 加一起效果会更好 这个呢大家可能不认识 这个好像是那茉莉花的碎墨子 然后 茉莉花比这个颜色会浅 浅 然后比这个细腻 这个味道闻得又很熟悉 我能闻一下吗 满大街都有其实 槐花 对 真是啊 而且它是炒过的槐花 因为呢我们入药的槐花呀 它是没开的时候来入药 开了之后效果就不好了 所以它那个粒会特别小 像米粒一样 我们也把它叫做槐米 所以呢有的时候你要去买槐花 它会给你开槐米 你说哎呦那错了 没有错 又叫槐米又叫槐花 炒后呢它就没有那么多的良性了 是温性的 所以这三个呢一般都是温性为主 都是以活血呀 尤其槐花 它还有一个去风对皮肤好的一个作用 其实呢还有一个 如果大家能买到扁豆花的时候 这个就特别好 扁豆 扁豆花有什么与众不同吗 扁豆花去湿的效果是最好的 但是我为什么这里没有完全地找一些去湿的花呢 因为这里面我们想 黄脸婆本身除了黄之外 它还有一种肤色暗沉 对 有的时候还会脸上出斑 对 黑色的垫垫比较多 这种斑是特别讨厌的 对 它有的时候恨这个斑 恨的可能比脸色 因为脸色粉底一盖 可能就不那么太显了 对 但是这个斑有的时候真的是盖不掉 是 所以呢对于女性想漂亮 她想白里透红 去除黄又感觉这个斑能轻一点的话 那么我们选择一些活血 加去湿的这种茶饮是最合适的 就是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去湿 而且要加入一些活血的成分 这样的话脸上去斑效果特别好 玫瑰花 月极花 再加上点菊花 或者是红花 如果你能带茶饮喝一个月的话 怎么样 脸上的斑会 淡化很多 淡化很多 我觉得这是很多女生的福音 因为大家用过很多的什么科技的 高科技的什么去斑 都是没有效果的 而且会反思的 对 所以这个大家我觉得一定要记住 湿气重影响健康 不做小胖子 拥有好身材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我们这里有好方法推荐给您 湿气过多会引起肤色暗黄 身体水肿 田老师告诉大家 用玫瑰花 月极花 槐花 组成的代茶饮 可以驱除湿气改善肤色 长期饮用玫瑰花 月极花 菊花或红花 可以淡化色斑 早日驱除湿气 早日瘦下来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获取驱失妙方 不结实就可以瘦下来 我听说它这个湿气过重 除了导致你的皮肤不好之外 还有一点很关键 会影响你的身材 会变得肥胖是吗 对 没有听说过 这个是准确的吗 确实啊 你想湿气是什么 是水分的 水分多了以后 人就显着膨胀 膨胀的那不就是胖吗 有的时候还会引起水肿 一些比较严重的 不只是美观问题 还是一个健康的问题 老师那您帮我们详细分析分析 为什么湿气会导致肥胖呢 因为湿气呢 其实呢虽然叫湿气 其实它的全称呢叫做水湿 就是说相当于是水分过多 你想你的体内 如果水分过多的话 你的组织液 然后还有其他的 有用的没用的 水都特别多的情况下 你的身体呢 里面它的垃圾废物就多 正常代谢代谢不出去 那么它存在体内了 它这种感觉呢 应该是比较宏观的 就是说其实就是废物多了 废物多了又膨胀了 你看起来首先体重就重了 我们都知道水 其实它很重的 有的人减肥之后呢 他减掉了一些水 或者说你是使劲去跑步 代谢出来很多的水分 出汗呢 包括甚至呢 你少吃一顿饭 少喝一大碗水 你的体重都会有很大的变化 所以呢水湿过多的时候 体内的这个水分多 那么呢体型看起来呢 就比较膨胀 所以呢就是胖 好 老师刚刚说了 这个湿气会引发这个肥胖 你们觉得 我觉得我好像就是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 他们家的家族 他感觉都是肥胖体质 但是听老师这么一说 好像应该就是湿气过重 其实这个体质是可以改变的 他们每个人的那个症状 都跟老师说的完全一样 是吧 所以我觉得不是说遗传吧 这个应该 对 你们觉得这个家族性肥胖 跟什么有关 是遗传吗 跟人的遗传 是遗传吗 我觉得体质有很大关系 对啊 我告诉你 我经过我的这个观察发现 这样的人并不是说 他们家里的人 所有的人肥胖都肥胖 你会发现 如果他单独出了一个家庭成员 比如说孩子上大学 走了之后 脱离家庭的这个环境了 他会瘦下来的 跟遗传没关系 跟什么有关呢 家族性的饮食习惯 比如说父母胖 他喜欢吃口味重的 喜欢吃油的 喜欢吃肉 那么他就会做这些饭菜 那么孩子跟着吃 也会出现肥胖 好 经常有一家人出来 一家三口 只是相似型 对不对 大大小小的 号码不同 在形状完全一样 对 一看就知道他们是一家人 其实就是饮食的问题 你会发现 等这个孩子长大了之后 自己成家了 然后呢 或者呢 再离开老家了 到别的城市去了 或者上大学 离开一段时间 他妈妈会瘦下来的 所以这种饮食习惯 其实也有家族性 所以会不会是 就是比如一个人 他从很瘦 到突然之间发胖 你都再瘦不下来 这种变化 他其实并不是说 本身就是胖的体质 它可能就是因为湿气太重了 对 因为我为什么说呢 它是这个家族性的饮食习惯呢 你想啊 油腻的辛辣的 还有肉类吃的太多 本身脾胃消化功能就不好 我们一直在说湿气 湿气哪来的呢 中医讲了 脾为生痰之源 肺为储痰之气 脾虚生湿是一个根本 如果你吃了很多东西 你消化不了 你超过了你脾胃消化的这个能力 那么它受到损害之后 会产生很多湿气 老师还有一种 就是像我就有一点 枣弧形的那种肥胖 是不是也是湿气比较重 就是中段再加 就整个一个枣弧 就可能腰腹这一块 对对对 然后加上大腿 然后整个 相对来说呢 我们说湿气呀 在上半部分的很少 一般都只是人体的中胶和下胶 中胶就是指脾胃 脾胃湿气了 那么它再加上饮食 如果说不支开控制的话 它很容易留在腹部 这叫什么腹形肥胖 那么如果说这个 下胶和中胶一起肥胖的话 那肯定就是大腿呀 腰腹部比较粗 这个时候呢 必须增加它的运动量 然后增强它的代谢 这种情况下 才能解决这个肥胖问题 新疗夏日 肉肉身材遮不住 如何才能够更快 更健康地减肥呢 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阿维马 我们有更多的好方法 告诉你哦 居士妙招接连不断 这些减肥干货 你知道吗 它的健体趋势的效果非常好 就是说补气健体 就是它是老大 国际新流行 最红减肥方法宿地 这是外面吃饭的标配 对对 绝对是标配 精彩停不下来 美人帮夏节马上开始 所以就是身体肥胖 大多数可能就是因为 身体失气的缘故 对不对 对对 我们现在明白了 那我们就要找解决的方法了 对对对 那有没有今天带来一些法宝 那肯定得带来呀 说是吃那是快 这方子就 转眼间就到我们的面前 对 老师您跟我们详细说说 好 先说这个 这个是山药 不认识 山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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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山药长这样啊 干燥了之后就是这样的 它是那个药师通源嘛 那么可以当做食物 也可以当做这个药材来入药 它呢健脾去湿的效果非常好 而且呢补肾 补肾效果也很好 它能够沥水治疗水肿 所以炸着脾肾双补 然后这个呢大家可能不熟 因为它是一个去湿的一个药 去湿有清热的作用 它叫黄白 这个药其实呢 你可以尝一下 贵吗 可以直接吃啊 没有任何味道真的 尝一尝 尝一尝 这边塞鼻孔里了 苦吧 什么味道 老师你好坏呀 苦吗 真的很坏 非常的苦 黄白它能够清热去湿 就是说去湿的同时还能清火 在这里面呢 其实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药 再有这个呢是白猪 别看它颜色不白 但是叫白猪 它呢被称为叫 补气健脾第一药药 就是说补气健脾 就是它是老大 这个意思 最厉害的 对 它有健脾的作用 然后呢有造湿的作用 它以补药为主 这个呢大家应该数 艺人 也叫一米一人 这个呢好多人家里啊都知道 像红豆一米水啊 大家都也很熟了 都是去湿的 那么这个呢它一定要单独煮水 你不能跟其他的放在一起 但红豆是可以的 如果它跟米类煮在一起呢 它去湿的效果就不好了 在我们这里面呢 也作为一个中药 它不上火 它是良性的 所以喝了那么多年的红豆一米 其实还不如单独一米呢 对 一米的单独的去湿的作用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你喝这个 你比如说这个呢在很多地方 比如东南亚的国家 你比如说新加坡 吃饭的时候基本都要配一杯 这个一米水 里面有的会加冰啊 有点加一点酸肝啊 就是酸酸的味道 然后有的呢加点冰糖 它会比较吃啊 就是咱们吃饭的标配 在其他国家 对对对 绝对是标配 尤其是热带人家 陈皮 这个 对 这个大家也很熟了 它呢是温性的 避免这些药物呢太凉 所以呢我们应该考虑到各个人群 这个陈皮呢还有化痰的作用 你像有的人痰食过重啦 他自己觉得我没有痰 但这个痰跟我们说的痰食不一样 我们中医分着叫 有形之痰和无形之痰 无形之痰就是说你没有痰吐出来 但是你身体当中痰食过重 还有好多人说我没有痰 但是我总是这样的清嗓子 或者是感觉咽喉有东西 咽不下去啊 吐不出来啊 其实这些都是痰在身体当中的一种表现 那您说一般夏天的时候 很容易出现状况 就是属于头脑发热了 然后感觉昏昏沉沉的浑身乏力 这该怎么办 头脑不清楚是吧 这样也可以吗 对 也可以 其实我们这里面可以选 因为中药嘛 它是配舞在一起的 这两种夏天的标配 陈皮 一米 你还可以加上一个芙苓 有的时候你觉得困倦呢 它其实睡眠质量并不好 昏昏沉沉的入睡之后不解乏 然后感觉整个晚上都在做梦 就整个这个 睡不踏实 对对对 睡不踏实 再加上晚上的时候会热 这时候这两个去湿健体 再加上一个芙苓 这样的话 这三个放在一起煮水喝 那么就达到健体去湿 并且安神的作用 我到夏天其实特别热 就是不想吃 我们也都热 就是其实胃口并不那么好 食欲不振的状况 但是如果不吃呢就是有饿 但是吃呢又吃不下东西 但是这种情况呢 还是在发胖 还是各种胖 那是怎么回事呢 这种夏天呢 一般食欲不振的情况比较多见 中医的解释呢 是说夏天湿气过重 因为中医里面把一年分成五季 春夏 长夏 秋冬 长夏是属于福天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呢 湿气又特别重 湿邪困痞 导致脾胃的功能被抑制 所以呢食欲不振 倦怠乏力 那比如说要按照西医的解释呢 胃蛋白霉呀 消化霉呀 活力减弱 是温度升高之后 霉的活性降低 所以呢无力去消化 你可能没有食欲 但无论从哪个角度讲 这个肠下的时候 有进入福天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是会引起食欲不振的 大肚男和大象腿怎么办呢 可能都是湿气引起的哟 赶紧小妙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我们会有更多的 去湿小妙招告诉你哦 大肚男小粗腿 都是湿气聚鸡 让你远离好身材 想要瘦下来 去湿才是关键 将山药10克 黄柏10克 白竹10克 一米30克 陈皮10克 竹水带茶 每日饮用 可以驱除体内湿气 健脾补气 需要注意的是 大便糖蟹 或是大便干燥者善用 想要获取更多趋势方法 快速瘦身 挡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更多妙方在挡着你 所以这个饭懒 饭困食意不振呢 真的不用怕了 因为田老师 教给我们这个方子 真的把身体调理好 去湿已经调理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精神百倍了 对 针对于这个北北 你提出那个问题 夏天又想胃口不好 又不敢吃冰的东西 我跟你说 对 不怕 因为今天我们现场 来了一位 可以说又是辣妈 又是厨神 这期还带来了一道 很特别的夏日良品 对不对 对对对 我给大家带了一个 就是可以清凉解暑 在夏天比较适合 大人小朋友 都一块引用的一个饮品 给大家先展示一下 很丰富的食材 对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这个叫做椰奶昔米露 然后我们今天选的 这些食材 其实不用特意地 挑选任何水果 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切好的一些丁 对 西瓜呀 苹果呀 草莓呀 芒果呀 都是日常生活当中 非常便利的水果 就是我想让你说 我的这个刀工特别好 特别棒 对 这个是芒果 草莓 然后这个是木瓜 哈密瓜 苹果和西瓜 然后因为有小朋友 他不是很爱吃东西夏天 就没有什么胃口 然后呢 像我老公有些发胖 他就特别怕热 所以我就会在家给他们 做这个东西 其实这个西米本身有很多的好处吧 老师 因为西米呢 它是不是凉性的 它是偏温性的 而且有一点健脾的作用 所以它不像其他的 像玉米那么凉 是去湿的 那么本身它有温补 很温和 小朋友和老年人都适合 对对对对 然后因为我们之前呢 也带小朋友去一些 可能港式茶餐厅啊 他就很喜欢喝这个味道 有很多小豆都特别特好 口感特别好 很Q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煮好的西米 放到这个碗里头啊 这个西米呢 就是在拿白水清水煮 开锅三次 就把这个豆豆煮到透明状 膨撞了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再倒入这个 你看 纯牛奶 纯牛奶 它这个比例会是多少啊 就是你看你喜欢喝稠点的 或者是稀点的 然后这个椰汁 因为这个椰汁 其实它的这个价值还挺高 营养价值 包括它的售价也挺高 所以我们多放一些 好 椰味比较浓 然后其实这个水果 不用特意地去选 我是觉得就是选一些 食令的水果比较好 对对对 硬剂的水果 现在有什么就要什么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切好的丁丁都放进去 因为所有硬剂的东西 都是最好最新鲜的 对对 然后我们可以多选几种 不一定非得那么单一 你光看这个颜色 就已经很有食欲了 对 我觉得已经很丰富了 对 其实我们在家 就不太放那个苹果 因为小朋友不太爱吃 会放一些那个这个香蕉 香蕉又比较软 口感比较好 比较甜 然后我们把它搅一搅 很简单的方法 很简单 就如果说夏天 如果不想吃东西的小朋友的话呢 可以把它放到那个冰箱里 但如果冰箱你觉得太凉的话 可以想吃凉的放几个冰块 在小碗里头 然后给小朋友 我觉得尽量就吃常温的好了 对对对 尽量少放冰块 对 这是我给大家介绍的 这个椰奶西米露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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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智希 在这里要感谢灵智时装 斯莱的品牌 对于本节目主持人的服装提供 好 谢谢田老师 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变美的密招 大家也可以登陆我们的 优酷土豆视频 腾讯视频 以及爱奇艺视频 观看更多的精彩内容 更多的精彩花絮 同时您可以登陆优酷视频 美拍视频和秒拍视频 搜索美人帮Beauty Club 进行观看 是的 同时您也可以登陆 美人帮的官方微博 微信公众号进行讨论 畅所欲言 享受美人的世界 所以再次感谢我们的帮帮团 我们的田老师 好 谢谢 还有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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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